好了小朋友们 你们今天呢可以在体育课上面 我们大家呢可以去组织一次 然后去学习踢足球 我们这边有个非常专业的一个教练在等着你们 你们呢可以把它分成两小组 然后呢我们会给你们带来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节足球课 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呢 耶耶好耶太好了 首先呢在我们开始 我们的足球之前 你们要开始进行一些热身运动 你呢你喜欢吗 你喜欢踢球吗克里斯 嗯我还行 我还挺喜欢的 拜拜拜拜 嗯克里斯和我今天呢是要去准备踢足球 然后我们要去做一些热身运动 我们可以去吗 嗯当然了 嗯我觉得你们俩肯定可以的 加油两个小朋友们 嗯雷娜我也这么觉得 好啦小朋友们现在呢非常欢迎你们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第六小组的一个足球比赛 然后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所有人在最踢足球的开始之前要让大家呢能够有个热身运动 那么你们就先开始跑步吧 跑步 我最不喜欢的就是跑步了 我觉得跑步好无聊 而且呢跑步好累呀 嗯那那怎么办呢 我们先试试吧 那好吧 等等等等雷娜你太快了 哦我觉得我觉得我得我得歇会了 雷娜快起来快起来 我们刚刚还没有跑了跑跑一圈呢 哦我已经不行了 跑得好累呀 我根本就跑不动了 嗯 老师老师什么时候才能十分钟过去啊 现在才过了三分钟还有七分钟呢 啊不是吧我已经不行了 嗯好吧小朋友们你们表现的非常非常的不错 但是呢我发现你们的体力还是不行的 你们得平时加强锻炼 跑十分钟的跑步 嗯就要每天呢都要开始训练 好啊你们看到这边是有一个空的一个球洞 每个小朋友呢可以过来尝试一下 尽量把我们的球呢设计到了我们球洞当中 嗯雷娜你要不要先试一试 嗯我不知道我先试试 哦没有进 耶我现在进去了 耶我也进球了 我也来试试 呦呼我也提进去了 哇我之前从来没有没有做到 太棒了 耶我也直射进去了 嗯克里斯 我是唯一的一个没有把球提进去的 雷娜放心吧没关系 你才是刚刚我们才是刚刚开始啊 我们每天都会看有些改变的 我们我们就是一个小组放心吧 你肯定会有一些改变的 哦我看到了小朋友呢你们所有人都特别的累是不是 但没关系我们呢下一周还会再继续 然后我觉得你们下一周呢肯定会做得更好 放心吧我对你们有信心 雷娜你怎么了 哦爸爸我完全的累死了 我也我不想起来我也不想走路 我就想我就想躺在草坪上 我啥也不想动我跑步也跑累了 我还是唯一的一个是所有的小朋友当中没有把球提进去的那一个 嗯我觉得好丢人呢 嗨没事 嗯这样吧等我们回家了之后 我来跟你一起来训练我们踢球好不好 克里斯你也能来 嗯好啊太好了 那我们明天就开始吧 好耶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做好多好多练习了 嗯 哦太好了 其实我还是觉得这个足球的训练还是挺好玩的 嗯至少能跟大家呢一块玩 然后锻炼我们的一个这种集体性 克里斯 嗯你有没有之前踢过足球啊 嗯好像没有 那你认不认得其他的一些足球球员 比如说在这世界杯当中呢 嗯我就认识 嗯小猪 还认识Podosky 还认识 还认识 其他的就不认识了 嗯 嗯我也喜欢那些人 但是我好像认识的人都不多 我们先睡觉 然后明天呢就能有个好好的一个 啊 精气神 好吧 哇 你贴真棒 哦 哦你是五号 你是胡梅尔斯吗 哦是的 我是 啊不是吧真的假的 哦太棒了 我也会想踢球 我也很会踢球吧 但是呢我踢的不好 你能不能教我 每个人呢都是从不会开始的 嗯我叫雷娜 嗯我想像你一样会踢足球 你能教教我吗 好啊没问题 嗯 就是你在踢足球的时候呢 一定要有一个重心 然后呢从另外一个方面 方向把我们这个足球呢 给他踢过去 先让不要倒 然后呢 如果你有非常好的一个朋友的话 你就可以两个人一起进行一个踢球锻炼 非常的棒 我觉得呢 两个两个一起锻炼的话 会非常的促进你的一个进步 好对了 你千万不要用你的脚尖去踢足球 要用你的脚踝 好了雷娜 看怎么样 呜呜 耶 我第一次把球踢进去了 我下次我就超级期待 我能跟你一块去做一些足球的一个训练 哦 克里斯克里斯 醒来醒来 我梦到了 我梦到了 我梦到胡美尔斯 我梦到胡美尔斯和我一起踢足球 哇 祝贺你 嗯 我希望我也下次能遇到我喜欢那个球员 喜欢那个球员